主料,腰花500克,尖椒150克,主料,葱1克,姜,蒜3吧,花角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腰花500克洗干净切成两半带用,尖椒洗干净操取子,尖椒切成小块,将切成细成蒜半3半带用,油锅8分热的时候放入花椒,然后放入腰花同时放入酱油盐等调料小炖一会, 大概6-7分钟吧,然后放入尖椒加适量水,慢顿手指,喜欢吃辣的可以尝尝,烹溅技巧,清洗椒花时,可以看到白色纤维膜内,有一个浅褐色腺体,那就是腺上腺,它富含皮质激素和水质激素,如果孕妇误实了腺上腺,其中的皮质激素可使孕妇体内水辣增高,排水减少而又发妊娠水种, 水质激素可促进糖原分解,使心跳加快,又发妊娠高血压或高血糖等疾患,同时可以出现恶心,呕吐,受毒麻木,肌肉无力等中毒症状,因此,吃腰花时,必须割出肾上腺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